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讲述的这本书叫《艺术的慰藉》 在我们的印象中,艺术和哲学似乎都是象牙塔里的高深学问 远离世俗,高不可攀 但这本书却从全新的角度为我们介绍了艺术 它告诉我们,艺术并不是滑而不实的摆设 而是能给生活带来慰藉的工具 这本书主要的执笔人就是鼎鼎大名的英国哲学家阿兰·德波顿 阿兰·德波顿毕业于剑桥大学历史系 通晓、英、法、德、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 深得欧洲人文传统的精髓 他写的《旅行的艺术》、《身份的焦虑》等畅销书 将哲学、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 写的雅俗共赏,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 德波顿对待艺术和哲学的态度一直都很鲜明 那就是艺术和哲学都应该和社会生活相结合 德波顿写的书也沉寂了这一观点 艺术的慰藉则是从艺术出发 融会了德波顿近二十年来 关于艺术与生活的思考 它的英文名字是Art as Therapy Therapy的意思是疗法 是一个医学用语 比如说物理疗法、精神疗法 那么这本书的英文名字 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 应该是作为一种疗法的艺术 艺术怎么会是一种疗法呢? 这是因为在德波顿看来 就像身体上的缺陷 要通过医学手段来治疗一样 人类的一些心智和精神上的缺陷 也可以通过艺术来治疗 而且只有艺术才可以治疗 这本书的内容 很多都是德波顿 发在自己个人网站的 艺术相关的文章 集合成书的过程当中 他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梳理 起了一个很有哲学意味的名字 叫做方法论 之后又补充了 自己从前对于一些画作的艺术评论 在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教授 约翰·阿姆斯特朗的帮助下 配以精美的插图 以爱、自然、经济和政治 四个领域来统设 这就是艺术的慰藉这本书的内容框架 接下来 我将主要按照德波顿 在方法论中书里的脉络 来讲解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服以本书中的艺术评论案例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艺术的疗愈功能有哪些 第二部分 从这些功能出发 应该如何衡量 创作和展示艺术品 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 艺术的疗愈功能 前面已经讲过 德波顿认为 正如我们的身体一样 人类的心智和精神 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有许多缺陷 而艺术刚好可以帮助我们 应对这些缺陷 疗愈我们的精神 作者将艺术的疗愈功能 分为了七种 先来说第一种功能 记忆 它对应的是 人脑会遗忘的这个缺陷 有人说了 遗忘是缺点吗 德波顿认为 当然是 不能因为遗忘是一种日常 就忽略它所带来的问题 从群体的角度来说 遗忘会造成历史的虚无 从个人角度来说 忘记对我们来说 很重要的事情 会让我们精神上 觉得空虚 悲伤 尤其是那些稍纵即逝的体验 一瞬而过的嗅觉 触觉 视觉等 无法把握它们的时候 人便会觉得怅然若失 而艺术 能够把这些珍贵的事物 保存下来 18世纪的一幅名画 形象地展示了 艺术如何帮助我们 抵抗遗忘 画上有一男一女 都身着牧羊人的服饰 男人俯身靠在右边的石墩上 女人侧侧在左边 用一根稍黑的树枝 在石头上勾勒出 男人影子的轮廓 通过对画面的仔细观察 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是一对恋爱当中的情侣 男人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牧羊 在即将分开的时候 女人用绘画的方式 把爱人记录下来 这样即使对方离开了 她也能借助这幅画 回想起爱人鼻子的形状 头发的全曲 身体的轮廓 猜猜这幅画叫什么名字 是绘画的起源 人的生命有限 记忆力也有限 绘画帮助人突破自己的局限 追求永恒的记忆 艺术家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把现实转化成艺术 可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 德伯顿说 艺术家都有一项本领 就是把该纪念的东西 记录了下来 把不重要的东西排除出去 荷兰画家维米尔 就非常擅长 选择和表现最重要的东西 她最有名的作品 当然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不过今天要说的是 她的另一幅画 名字叫做 《读信的蓝衣少妇》 这幅画里有一个 穿蓝色衣服的女人 她站在一张桌子前面 侧面对着我们 低头投入地读着一封信 她的眼睛看向信的内容 目光却并不是完全聚焦在信纸上 似乎在浑然望我的 想着一个远方的人或是 她双手不是轻松地拿着信 而是微微握着拳头 紧紧捏着那封信 嘴巴微张 让人一看就知道 这封信的内容对她有多么重要 这就是一个专业画家的能力 她能够把握住 记忆难以描摹入头脑的那些细节 帮助我们对抗遗忘 下面我们来说 艺术的第二个功能 希望 它对应的是 人容易悲观的这个缺陷 希望对人非常重要 没有希望 人就会悲观 变得为难 行动力也随之下降 于是一切都变得糟糕了起来 而有希望 则让人保持乐观 像是哈利波特当中的 弗林记一样 做什么 似乎都能顺利起来 但人脑的缺陷在于 希望不会没有来由的发生 总是因为一些外物 才会来临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某种工具 来唤起希望 德波顿说 艺术就是这样一件 绝好的工具 莫奈的绘画 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谈起莫奈 我们就会想起 她那幅线条柔美生动 颜色似真似幻的大作 睡帘 这种朦胧而优美的风格 几乎展现在 莫奈所有的画作中 在她的笔下 那些带有池塘的花园 都被一层舒服的绿荫 覆盖着 岸边垂柳依依 朦胧的雾若隐若现 偶尔有一座 精美的日式拱桥 横跨在池水之上 在水里投下迷人的倩影 池塘周围的景物 和池塘上波光淋淋的倒影 完美地融为一体 柔和的光影 把这一切包裹起来 这样的话 拥有一种 让人流连忘返的力量 似乎 内在的自我 能够暂时摆脱 俗世生活的烦扰 进入画中的理想世界 在那里 无忧无虑的内在自我被唤醒 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松 当然 总有人批评说 假如艺术只描绘优美的理想 就会脱离现实 生活在幻梦的迷醉当中 无法面对现实的丑陋 但德波顿说 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 正如德波顿写的 这个世界如果不是那么严酷 我们对赏心悦目的艺术作品 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需求 这种需求 在西方的一个明显案例 就是圣母像 西方有许多雕塑 是微笑的圣母像 凝望这些雕像时 心头忍不住 会默默生起一阵感动 微笑处处都有 为什么圣母像的微笑 就如此动人呢 这是因为 它的美能唤起一种 复杂的情绪 一方面 我们感觉这种微笑里 充满了慈爱和包容 抚慰我们的精神 另一方面 我们又下意识地知道 自己的人生 并非如此美妙 便忍不住感到懊恼 德波顿说 作为经历世事的成年人 我们清楚地知道 这种微笑很难出现 成年人的喜悦和孩子不同 孩子的喜悦 是不安世事的喜悦 是单纯的 而成人的喜悦 是一种带有哀伤的喜悦 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 人生的艰苦 美好的事物 才对我们具有 那么大的吸引力 这就是圣母像 带给人的东西 它让人们感受到 即便在艰苦的人间生活中 我们的内心 仍有无限希望的力量 下面我们来说 艺术的第三个功能 翻译成中文是 哀愁 不过啊 外语原文的描述 其实类似于一种 畅往的思绪 只是中文当中 没有更加准确对应的词汇 就翻译成哀愁 听起来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哀愁能疗愈什么呢 是苦难 苦难之所以让人感到痛苦 往往是因为 我们总认为 这种苦难是自己独有的 忍不住无限放大它 让苦难占据我们的心灵和世界 于是孤独和自怨自艺 就随之而来 而艺术独有的 崇高美和超越美 却能让我们从狭隘的 自怨自艺当中解脱出来 比如 艺术家常在作品当中 描述某个宏大的画面 壮丽的星辰 海洋 宏伟的山脉 或者是大裂谷 看画的人面对这样的作品时 第一感受就是体会到 人类的渺小 然而 渺小的人类 却能够将如此 宏伟壮丽的自然景色 观察和记忆在脑海当中 并借用艺术的创造力 让大自然浓缩成一幅画作 停留在我们眼前 这样的欣赏感受 一方面会让我们在渺小和宏大的对比当中 产生淡淡的忧愁 另一方面 却又能感觉到 人类自身在世界上的一种超越性 也就是说 与永恒的自然相比 我们所面临的苦难 是多么琐碎 渺小 自怨自艺 是多么狭隘 可笑 而且 即便是这样宏伟的自然 人类也能够去把握它 克服它 那么 我们眼前的那点 琐碎的困难 又算得了什么呢 克服困难的力量 便在这个时候 涌现出来 德国著名浪漫主义风景画家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西 有一幅画 叫做《海岸上的岩礁》 大片蓝灰色的天空和暗淡的云朵 占据了画面的上方 下面则是蓝色的大海 水天相接 一块险峻的礁石处在画面的中央 这幅画的高明之处是 它并没有直接展示 日常生活当中的压力和烦恼 而是让它们 画作海中的一块礁石 它虽然高耸在画面的正中心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拍打着海岸的浪花 总有一天会将它消失殆尽 于是在观赏这幅画时 观众首先在大海和天空的笼罩下 感受到自身的渺小 同时却又能涌起一股超越的力量 进而产生一种悲伤 但不忧郁的心理状态 日常的欲望渐渐都远去了 只余下冲淡的一点点哀愁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 我们更有能力解决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和悲伤 这也正是艺术作品疗愈苦难的能力 好 接下来看艺术的第四个功能 平衡 这里的平衡指的是在人类社会和自然当中保持平衡 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文明 生活在文明中我们必须遵守种种规则 必须遵循理性的要求 而自然则是浪漫的 自由的 感性的 不受束缚的 只有理性 人就会像绷紧的发条一样痛苦 只有感性 则可能让我们的社会生活一团糟 无论哪一种都会让人容易走极端 容易冲动 无法自控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当中保持平衡 在理性和感性当中保持平衡 这就是艺术的第四个功能 在美国的福克斯河畔 有这样一栋著名的建筑 它有着十分宽敞的卧室 床前有巨大的落地窗 两张黑色的皮质沙发 一张很有质感的原木茶几 窗外有一株绿色的橡树 以及逐渐暗下来的天色 这是著名的德意美籍建筑师 密斯·范德罗 为女医生范士沃斯建造的私人住宅 整栋建筑采用单层缸结构 除了厕所之外 所有的墙都采用透明玻璃 没有衣橱 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 通透明亮 与周围优美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身处在这样的建筑中 无论是居住还是欣赏 都能让人感到身心放松 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朴素的生活 也提供了我们独处的空间和时间 让人能够从繁忙的都市丛林当中 暂时解脱 沉思冥想 让身体靠近自然 心灵靠近自我 这就是建筑艺术帮助人 保持身心平衡的魅力 不仅是个人 群体甚至整个社会 都能从艺术当中寻求平衡 德国诗人哲学家席勒曾经讲过 为什么古希腊的艺术家 极少描绘风景呢 因为希腊人的白天 总是在户外度过 而他们居住的地方 都是临近海洋和高山的小城市 所以他们的生活当中不缺自然 艺术作品能够让个体保持身心平衡 反映在社会生活上 就显现为一种道德教化的作用 比如有一幅名画 名字叫做《最后审判》 用恐怖残忍的方式 呈现了食尸鬼的形象 人们赤身裸体 被放在烧着火的大锅里 一旁的食尸鬼的嘴里 还伸出一个正在被吃掉的人的腿 艺术家之所以这样 酣畅淋漓的描摹地狱 就是想借此 引起人们极端的恐惧 在这种恐惧的感受中 意识到违背道德的可怕后果 从而告诫人要遵守道德 约束自己的行为 以便在自己的生活中 不会遭遇这么可怕的事情 当每个人都能保持内在平衡 约束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时 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自然也就上升了 接下来是艺术的第五个功能 自我认识 它对应的是我们难以认识自我 了解自我的缺陷 举个例子 美国艺术家塞托姆布雷 有一幅画 名字是全景 对 就是拍照时全景镜头的那个全景 画面乍一看毫无内容 就是一块黑色的毛玻璃 仔细观察才发现 这块毛玻璃上布满了各种细小的刮痕 就像一块使用了几百年的玻璃黑板 它之所以成为一件被珍藏的艺术品 是因为这件作品精准地呈现了一种心理体验 黑色的毛玻璃就像是我们的内心 而玻璃表面那些无处不在 却又细如牛毛的刮痕 就是我们纷乱复杂的情绪和想法 它们此起彼伏的出现 却又转瞬即逝 在你还没来得及把握的时候 就轻飘飘地又消失了 只留下似有若无的一道刮痕 而我们的内心每时每刻 都在涌现种种念头和情绪 这块毛玻璃就像是我们内心的全景 因此德波顿认为 这幅题为全景的绘画作品 可以帮助观赏者 形象地理解自己的内心 感受情绪的微妙 感知思考的艰辛 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 艺术不仅能够促成自我认识 也能把自我认识的结果 用语言描述达不到的效果 传递给别人 举个例子 你曾经在一个和煦的午后 到湖畔漫步 感觉美好极了 后来你想和一位朋友 分享自己当时的体验 但发现这很难用言语完全描述 但是有一幅画 就描绘了类似的画面 在一个玫瑰色的港口 停着一艘船 船员们正在慢慢地 把帆收起来 岸上有一个小孩 活泼地玩着船桨 几个戴着鲜艳颜色 头巾的女人站着聊天 空气里有一种温柔静谧的光线 这种感觉是如此熟悉 就像你在湖畔漫步时的感受 你会特别想要指着这幅画说 我也曾经有过这种感觉 这幅画也是一幅名画 是19世纪丹麦著名画家 克里斯腾·科布克的作品 名字叫做 由多色林根远跳奥斯特布罗 我们在家里所摆的艺术品 其实也是享用一种 言语描述达不到的效果 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性格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喜欢某个盘子 我们的喜欢背后有一种感受 这只盘子就像是我内心 最深处的自我 艺术让我们得以认识自己 也能够让别人更加明白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下面我们说 艺术的第六个功能 成长 它对应的是我们容易犯的偏见 换句话说 我们很容易被过往的经验所限制 产生种种偏见 或者是刻板印象 艺术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些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通过陌生感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比如在一次非洲原始部落的展览当中 展出了一张表情怪异的非洲面具 观众乍一看到会感觉十分不自在 但一时之间 观众也无法说清楚 这种不自在来自哪里 似乎就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很少见到 而有一种陌生感 但是如果有技巧的仔细询问 在经过思考和回忆后 有的观众或许会说 很多年前 他曾经看过一部关于原始部落的野蛮小说 让他感到陌生而恐惧 从而造就了他对这张面具的感觉 也就是说 艺术带来的陌生感 总是会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引发别样的情绪 让我们从早已规律的 几乎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中跳脱出来 发现世界的不同之处 再说回这张非洲面具 当策展人决定展出这张非洲面具时 他同样也考虑了 这张面具的陌生感带给人的冲击 但问题是 在面具旁边 你只能找到一张小小的纸片 上面只是写了面具的名字和年代 并没有其他更多的引导 这就会造成一种可能存在的问题 当观众不能接纳 自己内心产生的陌生感和情绪时 他们便从展品旁一带而过了 很可能错失这样一次宝贵的艺术体验 错失了一次 认识更广阔世界的成长机会 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观众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就是要保持接纳 而不是否定这种心态 第二步 则是要找到和艺术家的价值观 或是生活经验重叠的部分 比如这张非洲面具 创作者是深信神灵力量的人 而面具就是他接近神灵的方式 观众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 甚至是无神论者 却也应该有过陷入恐慌和崩溃的经历 那时候是否也想要有一个权威而可靠的声音 安慰自己获得心安和平静呢 如果能理解到这一层 那么这个看似可怕的非洲面具 所传达的神秘感和宗教感 也就不难感受到了 那是一种既畏惧又亲切的感受 这样观众就能将艺术作品的欣赏 纳入自己的生活经验中 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又向前成长了一步 好 最后我们说艺术的第七个功能 欣赏 这项功能更多的是针对现代人的生活 现代社会人类能够拥有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与此相伴随的却是 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城市化 私有房产 钟表 餐厅 工厂 这些文明的产物将我们的生活 限制在一个固定的范围中 变得平庸而单调 这样的后果是 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感知越来越薄弱 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 变成了一根轻飘飘的芦苇 而艺术能够让我们在日常中 发现生活的重量 更深刻地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和幸福 举个例子 你去超市买一罐啤酒 喝完之后就把啤酒罐丢弃 可如果你在艺术馆里看到了两只 被仔细展示的啤酒罐 你会比在正常情况下 投注更多的注意力 到它们的形状设计上 注意到上面的商标是多么的优雅 而罐子的比例又是多么的迷人 而平时你却对它们视而不见 如果在艺术馆 这两只啤酒罐给了你触动 你就可以把这种心态 套用在平时视而不见的许多东西上 用一种陌生又新鲜的眼光 看到天空的云朵 房间的布置 我们每天经过的建筑 还有爱人脸上的表情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治愈平庸日常中的焦虑 凸显曾经被忽略的美好 好 到这里第一部分就为你介绍完了 艺术有七项主要功能 记忆 希望 哀愁 重获平衡 自我认识 成长 和欣赏 分别用来矫正我们的七种心理缺陷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个部分 为了更好地发挥艺术的疗愈作用 我们应该如何衡量 创作和展示艺术品呢 先来说如何衡量艺术品 也就是 什么样的艺术品才是有价值的呢 对于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 艺术史已经提出过许多观点 比如技术观点 也就是看谁的绘画技巧最高超 光影最美妙 再比如历史观点 要求画面能够精细地讲述 或是展示某个历史事件等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惊吓观点 可以单独讲一讲 他认为啊 杰出的艺术作品总能吓人一跳 但惊吓之余 却有一种能吸引人反复观看的特点 从而打破某一种偏见 比如曾经有一位艺术家 画过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 有着宽大的鼻子 黑色的皮肤和厚厚的嘴唇 还用干燥之后的大象粪便做颜料 呈现圣母的乳房 这幅画在世界各地陆续引发争议 甚至被一名观众涂上白漆 以示抗议 但是用惊吓的视角来看 这就是杰出的艺术作品 因为他向人们证明 圣母玛利亚并不一定是白人 而且歧视黑人女性的行为 比粪便更没有价值 粪便至少还能用来创作 而种族歧视毫无意义 这就是历史上流行意识的惊吓观点 对于以上所有这些观点 德波顿却都不赞同 他认为衡量艺术的价值 应该从艺术的疗愈功能出发 从微观层面 也就是单个的艺术作品来看 必须重视作品对于人的疗愈效果 这一部分前面已经详细讲过 而从宏观层面来说 德波顿认为 艺术品的价值要看 他是否对资本主义弊端进行了纠正 这里的弊端含义十分丰富 德波顿重点从经济和政治层面 进行了论述 从经济上来看 他认为资本主义会带来财富 但也会带来品位上的问题 这是因为有钱人热切追求的 可能是错误的事物 比如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装潢豪华却没有美感 而是呈现出了非常低俗的品位 那么艺术如何治愈这种缺陷呢 德波顿说 如果普通消费者的品位 可以在艺术家的努力下提升 那么这种品位就会倒过来 影响资本的流动和方向 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今天许多汽车的外形 都堪称一件艺术品 车内的舒适度和美观程度 也在日新月异的进步 这是因为评论家弃而不舍地培养着大众的品位 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好车 让人们注意到车辆的传动装置 样式设计 甚至仪表盘的设计等等 而当消费者的品位越来越好 也驱动了汽车行业的不断革新 再来说政治 德波顿认为资本造成了剥削 这是肯定的 而良好的艺术应该为社会问题把脉 在艺术创作中提出锐利的提醒 举个例子 在十九世纪末期 比利时的乡下非常贫困 当时有一幅画作叫做收割甜菜 描绘了农民们在寒冷的冬天里 在地里劳作的情景 这幅画作的尺寸很大 带来强烈的现实感 让人对农民寒冷而繁重的工作印象深刻 这幅画的重点 就是要让民众的苦难受到社会的注意 促使那些有力量改变现状的人士 良心发现 引发内疚 从而采取行动 疗愈个体 纠正社会 这就是德波顿的艺术价值观 那么他认为艺术家 该如何创作这样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呢 德波顿从历史讲起 他说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 艺术家相信 自己可以凭借某种神秘的灵感来创作 到了中世纪 教会又会把艺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 要求绘画必须要符合基督教的内容和价值观 而在当今的这个时代 德波顿认为 艺术既不应该成为一种宣传工具 也不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灵感创作 而是应该以人的需求为方向 比如前面讲过的贫富哀愁这个功能 夫妻关系也许是哀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像前中书的小说《围城的结尾》 方宏健结束了疲惫的一天 回到家中后 却听到妻子在对其他人表达对自己的不满 两个人因此发生口诀 方宏健心理想认错 却因为话感话始终没有机会 然后冲突不断升级 最终妻子甩门而去 柴米油盐酱醋茶 因生活琐事所发生的矛盾 对于夫妻来说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德波顿认为 此时就需要一幅好的艺术作品 来唤起这对夫妻彼此相爱的情感 皮萨诺有一幅画 名为《木戈》 画面以远古时期的生活为背景 呈现了一对情侣的肖像 女人躺在草丛中 从她低垂的头和眉眼 可以看出她正在熟睡当中 男人坐在她的身旁 深情地凝望着女人 左手抬起 似乎想要触摸女人 但最终却没有伸出手 德波顿说 一对已经相处了很久的夫妻 也许很难再从对方身上感到 刚恋爱时的惊喜甜蜜 那么他们显然就需要 这样一幅艺术作品 能够帮助他们唤起对彼此的柔情蜜意 最后我们来了解 为了更好地发挥艺术的疗愈作用 艺术品应该如何展示 当今的大型美术馆对观众十分不友好 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是带着太浓厚的学术和历史色彩 大段地讲述作品的流派 交易历史等 这会让观众觉得紧张 似乎如果没有大量的知识 就绝对不会懂得这幅作品 让艺术馆像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图书馆 炫耀着各种收藏 第二就像前面讲过的 非洲面具的展览那样 忽视对观众内在情绪的引导 让艺术品无法发挥它原本的疗愈功能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德伯顿从威尼斯的一个教堂获得了启发 在威尼斯圣方祭会的教堂中 各种不同年代 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 如绘画 纪念碑 壁画 雕刻 花纹窗户等 被放在同一个空间 为的是能构成让人内心和谐的画面 从而让教徒在这个宗教场所 感受到宗教永恒的价值 体会到内心的平静 受此启发 德伯顿提出 艺术展览完全可以不必理会 艺术作品的流派和时代划分 而应该把它们按照疗愈的功能 进行分类摆放 比如 把疗愈苦难的艺术品 都放在博物馆的第一层 第二层是保持平衡的艺术作品 第三层是自我认识 艺术作品的展览层 这样一来 整座艺术馆就成了一个疗愈的场所 换句话说 艺术馆的重点 不是教导我们如何热爱艺术 而是启发我们 通过欣赏艺术作品 感受艺术家所表达出的情绪内容 这个差异虽然微小 但是至关重要 好 到这里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德伯顿用这本书狠狠地反驳了 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他说 那些将艺术数之高格的艺术家们 给艺术戴上了神秘的面纱 这会扼杀艺术本身的生命力 让它变得越来越脆弱 承认艺术是一种工具并不可耻 作为一种疗愈的工具 艺术的功能可以被清晰地说明出来 艺术家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创作 展览馆也应该按照这种功能性的说明来布置 让艺术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当中 好了 艺术的慰藉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散 Court